韩某在网店购买了50余件盲盒福袋商品,花费2万余元。 随后,在完成线上拆贷,未收到货的情况下,韩某申请了7日无理由退货。 商家表示,韩某购买的商品为福袋类商品,店铺在商品详情介绍,消费者下单购买等过程中,均设置了明显的提示,完成拆福袋后,不支持7日无理由退货。 根据活动规则,韩某已完成线上拆贷,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的规定。 遭到商家拒绝后,韩某起诉到北京互联网法院。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 但消费者定做的,鲜活一辅的,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等商品除外。 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商家在商品销售页面已经对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进行明确提示,且消费者在购买前已表示明确知晓。 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亭长张连勇介绍,考虑到涉案商品的特殊性质,盲盒商品已线上拆封。 在内容被知晓的情况下,其商品价值已实现,此时要求盲盒经营者接受无理由退货,必然会影响盲盒销售的常规状态,法院判决驳回了韩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根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消费者因检查商品的必要对商品进行拆封查验且不影响商品完好。 电子商务经营者以商品以拆封为由主张不是用无理由退货制度的,人民法院不予以支持。 实践中,经营者和消费者对退货商品是否完好这一问题容易出现争议。 部分经营者以电子产品拆封、家具进行过组装、协和破损等情况影响商品价值为由,拒绝消费者的7日无理由退货申请,致使消费者权益受损。 吕某在某公司经营的店铺购买一件羽绒服,再收到羽绒服同日向该公司提出退货申请。 该公司以吕某退回的涉案羽绒服、水洗标和扣子磨损,商品并非完好为由,拒绝了吕某7日无理由退货申请。 对退货商品是否完好这一代证事实,经营者和消费者容易陷入局政僵局,如何处理? 该案审理法官介绍,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判断,吕某从收获到退货发出时间间隔几十几小时, 涉案羽绒服被吕某长时间穿着或经过多次水洗而造成磨损的可能性较低。 某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羽绒服存在的磨损问题是由吕某造成, 不应据此认定于某退回的商品并非完好,法院判决支持原告退款退货的诉讼请求。 因网络购物特点,消费者购物前无法切实了解商品特性,一出现冲动消费。 部分消费者冲动购入商品后,即申请无理由退货,甚至拒收,增加了经营者的成本。 部分消费者未能做到诚信消费,在对商品不满意时,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恰当的退货退款模式, 存在适用后未保持商品完好,而申请退货等耐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的现象, 甚至抱有短期使用后退货退款,恶意申请紧退款的薅羊毛心态击害了经营者利益, 背离了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的初衷。 规范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试用标准,维护诚信公平的市场秩序, 切实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审理相关案件中坚持的基本裁判导向。 法律界人士提示,消费者购物前应尽到审慎注意义务, 充分了解七日无理由退货政策,平台关于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的适用条件, 依法理性维权,同时要诚信文明消费,不可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